迪德森他在会接任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之后 他又重申了这个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然后也说呢说期待两国的元首会晤 那么这个并且还说为美中关系 未来50年的发展要确定方向 所以双方看起来好像已经慢慢的 走到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关系了 那是否也代表说双方已经就某一些的协议 已经谈好了 实际上没有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在去中国之前 去这个日本去韩国 而且他特别强调就是谈判这些已经无效 二十多年的这个战略人呢已经到期了 而且这个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 关键决断的军事演习 他去这个韩国日本呢 第一个呢他要加强这个小北约 就是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关系 包括对这个萨德 他要进一步的强化 然后加快速度布置这个萨德 还有再重申这个美日安保条约 这些就是加强小北约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呢他就说我们不会对话 而且武力呢是一个选项要摆在这个桌面上 然后做这些的问题呢 就是他第三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来对北京呢 进行一个示意就是说你如果不遏制朝鲜的核武器 你如果未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 你如果还进行第二次的抗美援朝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武力呢就是你的一个选择对你的 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种在一种武力威慑之下 对北京呢进行了一个访问 然后呢当然他们现在寻找一个最后的机会 这个最后的机会是什么就是川习会 在川习会上呢可能是两方面要进行一个摊牌 所以最后呢我们要看那个川习会之后 他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调 就是或者是北京你要正式来遏制韩国 来遏制北韩的这个核武器 或者是呢如果我们再发生这个战争的情况下 你要保持这个中立 不然的话呢这个东北亚的局势就还会这个恶化下去 所以他的这个要重新改变东北亚的这个战略呢 现在是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 他是一种在威慑情况下对北京的一次这个访问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这个王丹教授 我们知道说这个即将登场的这个川习会 刚才这个郭巴胜先也提到了 那在这个川习会里面 它是否会触及台湾问题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地勒森 并没有跟习近平谈台湾的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这个所谓的中日韩 这个美日韩这个东北亚的一个局势 要重新来洗牌的话 那么美中两国在大玩权力游戏之际呢 台湾要怎么样不会被当成弃子 那不会说今天美国会选择以朝鲜换台湾呢 习近平如果到美国去 中美双方势必会触及到台湾问题 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川普和美国政府的意思 但是中国方面是一定会的 在每一次中美之间进行接触的时候 中方都会强调说台湾问题是它的根本利益 那我想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所以就算是川普或者美国谈判团队 怎么样的去闪避 大概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更何况我也不认为 美国政府真的就是要来回避台湾问题 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两个电话的事情 先打给蔡英文 再打给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法 那作为整个东亚的这个战略上的这一盘棋 我认为台湾还是中间会起到一个 不能说是最重要的枢纽 但是会牵涉到各方去做这种博弈的一个这种因素 那我觉得就台湾方面而言 当时我个人的建言了 我觉得台湾要想不避免成为要打国这种角逐的牺牲品 台湾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点 这个立足点是中美双方都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胁迫台湾的 那我个人认为这个立足点就是民主 台湾维护自己的民主作为东亚民主的典范 以及台湾在东亚整个东亚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起到的示范作用 尤其对中国的民主能够起到的灯塔的作用 我觉得如果台湾坚持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美国从舆论上讲 也势必要成为台湾的盟友 因为它总是要扮演这么一个民主的一个支持者的角色 那对于中国来说 如果台湾坚持打的是一个民主的旗帜的话 中国进攻台湾也好 欺负台湾也好 进攻和欺负的就是民主 这个会让中国处于更被动的局面 所以我还是觉得台湾难免会成为大国角逐的一个棋子 但是台湾仍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解决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民主 不过王丹家绍我想请教您刚才说到民主 台湾应该强调自己的民主 不过我们这次也看到说 川普总统他对中国有很多的批评 但主要是聚焦在贸易方面 那他在这个民主自由人权方面 并没有多加琢磨 那么甚至我们也知道 他之前对于说这个中共镇压六四 他甚至还是比较认为称赞 或是正面的一个态度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认为说在川普总统的这个政府里面 他们对自由民主真的有那么的重视吗 那么以一个六四亲历者的身份 你认为这是我们应该 能够很乐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吗 坦率讲我觉得历届美国政府都没有多么的重视 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 当然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重点 你说前任总统吾巴马有多么的重视 他也恐怕嘴上说说实际上也没有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川普本人呢 当然目前为止没有发表一些 关于中国的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 这也是因为没有相关的事件发生 对不对 你比方现在中国再出一个六四事件呢 或者再有一个刘晓波这样的事件 川普当然势必要讲话 更何况川普内阁实际上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国安和军队的系统 就是以他的最高幕僚巴农为代表的这一批人 那另外一批呢就是华尔街的高盛邦 那我相信呢川普其实摇摆有两派之间的 那么当他需要摇摆在高盛邦这边的时候呢 可能在政治上他不会想那么多 可是巴农这些长期的这些右派的这些力量 他们其实对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是相当重视的 至少从国际的战略上讲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影响到川普 我是觉得就是川普政府会不会啊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去起到一定的作用 现在来判断的恐怕为时过早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 不管美国是不是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 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台湾方面怎么做 我觉得不必要去看美国的这个态度 而且台湾如果坚定的坚持住这个立场的话 也会迫使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发声 是那我把现场教育博弈之前 我再请教这个国保胜先例外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台湾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国博弈之间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萨德系统 其实是在奥巴马总统这个 他重返亚太的计划的一部分 他本来就已经谈好了 那现在部署了 那结果台湾方面呢 反而是自己认为说不需要 那台湾的国防部份 冯士宽的说不赞成台湾也引进萨德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台湾是否应该更积极地扮演 美国现在要在这个东北亚的一个安全的角色呢 是 台湾呢实际上在这个小北约里面 应该充当一个角色 最起码他是在这个第一岛链 就是俄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一岛链 最核心的一个角色 是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而关于这个萨德呢 我们看到他在韩国部署呢 对中国是威胁非常大 所以他限起反萨德的这个浪潮 在这种浪潮之下呢 这个台湾政府呢 是担心会这个刺激着中共 所以他国防部说我们 就是不布置这个萨德 但是其他方面 我们购买美国的军火 甚至这个允许美国的这个驻军呢 在未来这个情势发生严重变化之后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而且台湾呢 跟那个东北亚的局势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就跟那个上个世纪 50年代那个韩战 那韩战爆发 其实台湾得了最大的利处 因为韩战爆发前呢 一个是毛泽东 这个百万大军要到 这个台湾那个海峡那边 要解放台湾 这个是美国要准备放弃台湾当时 但是韩战爆发之后 台湾的命运一下就改变了 为什么 台湾那个当时呢 就是说 他说美国看感受的 就是如果把这个 北韩这样下去的话 那么对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是非常的威胁 然后这个共产主义政策势力 会突破这个第一岛链 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就决定 派这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然后台湾那个进行驻军 然后来扶持这个蒋介石这个政权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 东北亚 尤其北韩的这个局势 对台湾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现在发生DS的这个韩战 如果中国政府DS进行抗美援朝的话 那说不定美国政府会鼓励台湾 实施真正的这个法力独立 美军来进驻下一个韩国一样 所以这个台湾有些深绿的人呢 实际上还是真是期望这个习近平 这个发动这个抗美援朝 这样他就是说台湾有机会 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他的独立就是有这个作用 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问题 跟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当时毛泽东面临的问题 就是到底是要北韩还是要台湾 最后他的决策还是要北韩 但现在习近平也要做这个决策 到底要北韩还是要台湾 对 好的 谢谢您的分析 那把现场交给在台北的博弈 博弈 好的 谢谢耀一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丹王教授 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说 就是台湾还是应该要坚持 自己的民主的道路 但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大家还是会把这个 目前整个一个情势 把台湾联系上来看 那么您刚也提到说 这个川普先打电话给蔡英文 让台湾的这个民众兴奋不已 就没想到后来呢 打电话给习近平之后呢 两个人 这个川普至少在电话上同意 要维护一种原则 这当然让台湾人相当的失望了 那当然一方面的很多人也考虑到说 到底川普他是有一个一贯的政策 还是说这边您刚有说到 几派的人在他的周围 这边的人说说他说好好好 那边的人说说他又说好好好 还是说他有一个一贯的思路 另外我们也提到 看到说这个Tillerson 他这次到北京的时候 杨洁篪跟他提到了 说必须要维护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么很多人都说 虽然杨洁篪没有明说什么 但大家说这个就是台湾 你要这个美国要是需要知道 这个台湾是中国不会让步的一个部分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在前两天注意到一个新闻 就是川普在构思对台湾的一项大型军售案 那这是不是表示说 其实美中两方都在用一些事情跟川普 就等于是在下棋一样 我就要跟川普交换些什么 川普也要说那你要出点什么架给我们 是不是变成美中台现在也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 我想就川普本人来讲 我们先不说就是他的幕僚对他的影响 就本人来讲我们当知道川普是个商人 他更多的角度大概是从这个商业谈判的方面 去得到的一些经验来辅佐他的治理国家 所以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种大型军售给台湾 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基本思路也是通过在美中台三角的关系中 他希望给美国挣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那你要知道卖那么多武器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这对于美国经济当然是个助长 而对川普来说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要把美国的经济拉抬起来 要不然他无法体现跟上一届政府的区别 那我觉得作为中国方面中共方面来讲 那当然台湾的问题涉及到 他的一个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 他不提台湾问题的话 恐怕更难以去说服老百姓对共产党给予支持 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过去的美中关系 基本上围绕着台湾问题 最核心的就是台湾问题 而且别的方面没有太大的冲突 但是现在我也觉得中方处于稍微不利的这个位置 因为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冒出来了 包括南海的问题 包括现在的北韩的问题 那么我其实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 刚才我们没有提到 我也是愿意提出来 可以跟大家讨论 就是整个东亚的这一盘格局 还不只是美国的问题 其实还有日本的问题 日本其实现在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尤其在美国宣布说美国优先的情况下 那么整个亚洲的秩序 日本是不是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日本跟美国要怎样分进合机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那么最后回到台湾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 为什么我主张台湾应该高举民主的这个旗帜呢 当然你台湾讲民主 中共是一定不高兴的 那么你现在蔡英文政府不希望两岸之间出现波兰的这种态势来看 当然好像台湾政府目前不愿意去讲中国的民主问题 可是我是觉得 我不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有什么可惧怕的 因为台湾现在没什么可逝去的 对不对 中国除非是对台湾真的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武力进攻 除这个之外 他对台湾能做的基本上已经都做了 包括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啊 什么路客不许来呀 国际社会的制裁 他还能对台湾怎么样 除了武力攻打 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来对付台湾 那么武力攻打 我们知道现在是中国政府不可承受之重 他应该也不会 所以其实中国政府拿台湾一点办法没有 我觉得台湾政府要得过于谨小甚微了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继续请教郭宝胜先生 就是刚刚在脸书上有一个网友 他有提到说他不太明白这个 目前这个小北约 也就是所谓的美日韩的一个状况 您觉得这个目前这个小北约 是一个已经几乎要成型的一个格局了吗 那此外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这个 包括刚刚美国之音的新闻有报道过 我们中网的新闻也报道了 北韩呢 也就是朝鲜呢 在这一次 今天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试运转了 一个可以在长城的飞弹上 或者是火箭上运转的这个发动机 那么有分析就指出说 现在这个Tillerson还在 那个时候还在中国的时候呢 如果北韩失去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是表示说 不管在美国或者是中国 对于北韩都已经逐渐的失去控制了 所以可能要不然就是加强力道 要不然就是北韩完全就是一个失控的角色 您怎么看这个整个东北亚的情绪 刚才你看他们在这个中美高层在对话的时候 北韩他又进行导弹实验 这是就完全丧失理智一个流氓国家的一个表现 对这样的这个流氓国家 包括前段时间 他把他的亲哥哥给在马来西亚暗杀 而且暗杀的时候使用的是这个大规模的化学武器 等于向马来西亚宣战 对这样的流氓国家呢 实际上是必须要采取严厉的一个策略 必须要进行一个军事的一个威慑 包括这个TLS美国政府都认识到 二十多年的这个战略人已经到期了 所以在进行军事打击之前 必须要加强这个亚太的同盟 也就是这个小北约 我们看到这次他跟日本会谈 强化了这个日美安保条约 再一次的说明了就是钓鱼岛建构群岛 也在这个安保条约之内 而且美日安保条约特别强的 如果就日本的周边有事 美国也会帮助这个日本 周边呢也就包括在这个台湾 当然韩国呢也是再一次的 这个TLS强调就是 韩国是他们的这个盟友 而且萨德导弹必须要在那里布置 尤其趁这个新政府还没有成立之前 就完成这个部署萨德的这个计划 尤其对中国反萨德呢 又提出了一个强烈的批评 所以你看呢这个美国日本韩国这样一个铁三角关系形成 当然这个里面也包括台湾 实际上这个在4月初呢 马上就要进行对台湾的一个大规模的军事 实际上这个也意味着一个就是美日韩台湾 这四个的一个小北约的一个形成 因为对这个北韩那不进行一个军事的打击 军事的遏制的话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已经这个拖了这个这么久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反应是什么 王毅又提出就是你停止这个军事演习 我们就可以停止这个核实验 然后我们要进行对话 包括这个习近平这次谈话也提到我们不对抗 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 所以他习近平对过外老是讲和平 但是对内镇压都是这个暴力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就是他强调就是一种对话 这个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继续拖进去 以谈来拖这个事情 美国实际上就是开始这个识破这样的轨迹了 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还是一拖再拖 现在这个川普上台 特利森这些强硬派决定 现在是解决北韩问题的一个时候 当然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 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摊牌的机会 那就是在这个4月初的这个川习会上 川习会上之后就是北韩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你到底停止来这个核实验 你帮着 你或者说你要停止这个帮助北韩进行核实验 或者是如果真是进行一个军事打击的话 那你这个中国政府你必须要进行保持这个重力 否则的话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牌现在很多 这个台湾牌就是一个 南海牌也是一个 还有贸易战也是一个这个牌 还有当然人权牌 如果你在北韩的问题上继续这样拖下去的话 那么美国可能在其他的牌上 他就会要进行这个亮相 比如说鼓励这个台湾独立 或者说把这个南海那些中国政府造的人滚倒全面的给收服 还有这个贸易战全面的这个开打 所以川普手上现在牌是很多的 但是在这个燃民之境就是这个北韩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上他会继续强化这个小北约的作用 然后呢准备这个武力斩首 像那个类似打击这个利比亚或者是这个斩首本拉登 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他已经在他的这个选项当中 已经在积极的准备当中 对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是 好 谢谢你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王丹教授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说 你刚才也讲了说川普的政府里头 有分成好几个不同的派系 其中包括像高盛邦这样子以经济为主 或者贸易为主的一些的这个 的这个官员跟学者 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一次原本川普总统 他说他上台的第一天 就要将中国设为这个贸易操纵国 那么现在都还没有 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他政府里头的策略 与政坛论坛主席叫苏世民 Steve Swartzman 他说呢有关于中国议题 并不会有贸易操纵国的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说看起来好像在对中国的 这个贸易的谈判上面 或者是一些批评上面 呈现一个缓和的状态了 那同时大家也看到说 这次这个川普政府已经说出 明白的退出了这个谈了很多年的TPP 那么也因此会导致说 现在在讨论说中国可能会因此而扮演一个 更重要的角色在亚太的贸易里头 所以在整体来说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政策 到底未来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那么对美国有利还是对中国有利呢 那台湾夹在中间的话 我们知道蔡英文政府是想要加入TPP的 现在突然没有TPP能加入了 如果是由中国主导的话 台湾应该向谁靠拢呢 首先我觉得美国的利益要确保 他的所谓的过去事业的劳工 能够得到更多的工作 那至少我个人觉得原则上来讲 并不是川普所讲的什么全球化 自由贸易的问题 本身科技发展就会使很多人失去工作 那么另外第二点就是中美贸易 是对美国对中国来说都是经济上的命脉 如果中美之间真的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战 我认为美国也会承受很大的损失 这一点川普是个生意人 他会非常清楚的知道的 川普不知道的话 那刚才我讲的高盛邦这些人 那他们会更加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坦率讲我不认为 这个中美之间真的会大规模 爆发大规模的这种贸易战 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川普后来的语调的一些改变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另外其实我稍微也接着回应一下 宝顺刚才讲这个小北约的问题 其实我也有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像宝顺这么乐观 比如说在小北约的问题上 当然日本的立场应该是比较坚定的 要跟美国成为盟友 但是南韩不一定 我们知道这个普京会下台 南韩接着上来的 那么应该稳定的优势领先的文在寅 文在寅是根本反对布置萨德的 而且是主张跟北韩搞好关系的 那么美国如果要和日本呢 对北韩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果南韩没有那么积极配合的话 小北约就会出现缺口 我觉得也要把这些问题和因素考虑进去 至于说台湾这方面到底应该导向哪一边 我还是觉得从总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角度讲 我当然看不出台湾有导向中国这边的任何理由 不管是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还是从切实的经济利益关系上 那我都觉得当然是应该像一个西方社会为主的 一个主流的社会去考虑 好的 谢谢王大教授 那我们请郭博先生很简短的回应一下 我们要接观众来电了 对 王大教授刚才说的呢 有一点就是我还是同意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它不会马上进行宣战开战 但是小北约实际上不得不进行联盟 不得不进行军事的准备 因为现在它的洲际导弹 已经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 就是北韩的 直接面积了美国的自己的国家生命的安全了 再一个是它的导弹对南韩的威胁 也是时时刻刻存在的 虽然现在反对党的领袖 他们以前曾经说过 不希望布置萨德 还有一些实行阳光政策 但是最近它的语调开始变化 因为韩国是一个民族主义 特别强盛的一个国家 就是乐天这个企业 你看到它就是能够捍卫自己的国家的重严 宁可丧失它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那么多的经济利益 它宁可丧失也要把这个地 卖给国防部做萨德的布置 所以它看到国家的利益高一些 所以韩国这个国家 最终还会加入美韩的联盟 至于台湾的地位 刚才我也是同意王丹教授 就是说它必须在这个过程中 来强化自己的国家正常化的这样一条路线 比方说两岸建筑协议条约 必须要马上通过 再一个是修宪 滚头 你要准备这些东西 因为一旦北韩这边试变了之后 正是台湾实现国家正常化的 一个最好的途径 再一个是要特别强调民主自由价值 这方面台湾应该它 不用有什么担心的 应该提起这个腰杆 敢于跟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抗衡 好的 谢谢各位先生的分析 那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请的是张化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 姚先生您好 张化姚先生 您好 我个人认为两岸之间 基本上已经分割了一百多年了 我觉得独裔从来就不是选项 我觉得我们就是说 现在和平大家就继续维持 现在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中国也不需要说 说为了韩国是怎样 所以现在来打台湾是怎样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个人的我就这样 好的 谢谢张化的姚先生 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河南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您好 请说 河南王先生请说 王丹教授说的那话 有点不合理吧 王丹教授说的那话不合理 他说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经济没有影响 这是错的 世界标准组织主席 是中国的张小刚 他如果不跟中国吐血的话 不接受一个让中国 让张小刚满意的答案的话 张小刚可以完全能打压台湾 让台湾的产品达到不到世界标准 掌握不了 一流企业都是做世界标准的 台湾就根本就没有能力 跟中国在国际组织之间抗衡 难道国际组织对台湾来说不重要吧 台湾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管蔡英文还是谁 执政八年 他改变不了 路强踩入了这个趋势 中国大陆在国际生活的权利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现在打压不了你 不正义 八年以后打压不了你 我想问一下 王总教授 你怎么选择 这个趋势你选择不了 我可以给你打赌 八年以后一定是中国大陆 越来越强 台湾越来越弱 好的 谢谢何良王先生 待会我让王丹教授来回应你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请台北的谢先生 谢先生 你好 喂 谢先生请说 喂 喂 谢谢 我想请问朝鲜半岛 无核化是不是可能 如果不可能要怎样武力平衡 各国是否有共识 国防经费不能大于百分之三 强感是出政权之外 还有哪些政权的变化 是各国可以考量的选择方案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请四川陈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陈先生您好 四川陈 喂 您好 能听见我讲话吗 可以 请说 能听见我讲话吗 可以听得见 陈先生请说 我认为 我认为呢 基本上像班农的思想 战略思想呢 还是在影响着川普 川普认为的是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和伊斯兰教的威胁 事实上 重要的国际安全问题 美国在美国眼中 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 一个是南海 一个是朝鲜问题 朝鲜问题 由于发射导弹以后 这个问题突出了 是 那么美国人把它放到 为什么突出了呢 实际上不是美国的导弹 打得到美国 打不到美国的这个危险 而是美国 你比如金正南问题 就看得出来 大规模的化学武器的扩散 还有核扩散 核伊斯兰 美国的另一个威胁 如果恐怖主义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是更加不可收拾的 这个问题才显得紧迫起来了 那么事实上 美国 DNN放了个诱饵 说要四月份要川西会谈 实际上这个会谈 在临走的时候 这个事情也没敲定出来 然后递了声来交易这个问题 交易的就是朝鲜问题 实际上这样 闪电的访问的时候 没有什么讨论 就是通报 是 美国 好的 谢谢四川陈仙 您的这个收讯似乎不大好 不过我们听到您的意见 待会请嘉宾给您做回应 最后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 请刘先简短发言 河北刘 刘先 时间不多 请您截短发言 喂 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喂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王丹先生 好 请问 你说所谓的台湾的民主 像你也是从大陆上出来的 你知不知道 基本上台湾的民主 跟咱们这文化大革命 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两派多权 你看民进党这伙人 在二十八的时候 焚烧国旗 那跟咱们的国家 那遭返派有什么区别 他那是民主 好的 谢谢河北刘先 谢谢您 那我们就先请王丹教授 来回应 有好几位观众朋友 直接问您问题 有好几位 包括河南的台北的 最后这位河北刘先 请您回应一下 我主要回答一下 第一位先生提到的 就是他说要跟我打赌 这个打赌什么那种 我都忘了 反正我是不跟他打赌 我觉得这有什么好打赌的 我一下不跟人打赌 我也不知道 他说中国越来越强 这个台湾越来越弱 对 不管什么事 我都懒得跟他打赌 不用打赌问题 讨论事情了 那我觉得 我刚才他可能 完全没有听我讲什么 或者完全没有明白 我在讲什么 那这点也值得同情了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中国大陆能够制裁 台湾的经济手段 实际上早都已经使出来了 他没有什么更新的 能够去制裁 这个台湾的手段了 当然台湾的经济 不如大陆强 这个我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我只说 中国也没有什么 更新的招数 可以用来对付台湾了 更何况 我也要提醒这位 要跟我打赌的听众朋友 那个中国经济 真的就会越来越强吗 是吧 我们原来的经济 GDP成长率 百分之十三点几 现在已经腰斩到 百分之六点五了 连中国的官方的 所谓的经济权威人士都说 中国经济发展 在未来十几年 是L型的 我不知道他的英文怎么样 他知道L型 应该是一个 掉下来然后平 就是在上不去的 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如果连共产党党中央 都这么认为 自己的经济 不会再继续越来越强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胆量 发表跟党不同的意见 这叫妄议中央 我希望他小心一点 那么第二点 就是最后一位 这个观众说 台湾的民主跟文化大革命 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 有没有来过台湾 来看一看 台湾的民主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 如果没有的话 仅仅听共产党的宣传 那我真觉得 那你这几十年 都被他骗的还不够吗 我想一个很基本的区别 就是台湾的民主 不管出现这样难的问题 他主导的力量 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 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个人 为了他的私人的目的 自上而下一个 独裁者身份发动的 就凭这一点来说 台湾的民主发展 再怎么不好 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那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那是非常非常 缺乏诚实的看法 好的 谢谢王登教授的回应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有关于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访问中国 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 先告一段落